今天依资个股推介是京东集团9618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组选 原因是近日多间大行为京东作第三季的业绩预测 根据最新彭博综合预测 京东第三季经调整盈利71亿人民币 按年升4.1% 收入2432亿 按年升1.1% 全年计划京东今年经调整盈利232亿 升3.5% 明年预料再增加3.4% 美照商证券说 京东收入在宏观经济液中保持稳健增长 从第二季因为物流问题导致业绩低谷之中回升 第二季的收入按年升5% 京东管理层说 7月和8月的GNV即是商品交成交金额 增速比6月持续改善 9月GNV增速进一步提升 部分原因是智能手机销售强劲 尤其是新款iPhone和华为新机 其他商品类方面 疫情仍然是全国各地零星复发 令消费者持续偏好线上救物 增鲜及日用品的销售保持强劲 京东股价昨天创了5月以来的新低 收市倒升1.6%至185.3% 短期下降轨处于200元左右 可以视作反弹目标 京东面对的风险包括 息口上升不利新经济股的补值 中概股潜在退市 内地经济放缓和疫情影响消费等等 我现在判断京东见底上是言之上早的 长线投资者适宜维持观望 中旅行 感谢观看